朋友们好,三家湖公园是永春河上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公园 它位于非夜路和南三环交汇的西北侧 与极大南校就隔着一条小马路 新冠疫情之前,在公园里经常能看到极大的学生 三家湖公园是一个休闲公园,风光优美修丽 三家湖周围的这些住宅楼叫以兰关底 这个公园有一段时间,名字就叫关兰湖公园 这片水域在高新区开发之前,它就叫三家的水库 这条小路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秋意 公园里有很多雕塑,维护保养的都非常好 公园里的路标,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蓝湾这个位置 这个公园就是拦截永春河的水流形成的这一片水域 我从八一水库沿着永春河往下游拍 这是第四个公园 这个小桥就是永春河上的桥 永春河继续向西北方向 经过高新区,气开区 最后呢,流出长春市 下游河道变窄了 所以能感觉到这个水流比较急 公园里有题材丰富的景观小品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我快走到雪海街了 这一侧好多大的启事业单位 这是富豪股份 公园里这些建的比较早的雕塑 以展示外国文化为主 近几年建的景观小品 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 荷花已经泄了 芦苇还是郁郁葱葱 在地图上看 这片水域接近南三环的位置 叫东方洪水库 就是这一片 我在公园这一周 没有找到东方洪水库的标识 但百度地图上是这么标注的 公园里非常安静 空气也很好 有人说永春河是臭水沟 但这一片水域没有异味 我绕公园走了一圈 用了40来分钟 公园的管理人员开始工作了 清理水面杂物 这个位置是赏和最好的位置 每年这块的荷花都开得特别好 然后又可以离得特别近的来拍 这小船在荷塘里游动 就是那首歌让我们荡起双奖 回忆一下那个歌词 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 和眼前的这番景色很相似 这个小楼以前是以兰观底的寿楼处 现在是不是寿楼处 就不了解了 这一段水上长廊特别美 这公园比较美 然后也比较开阔 我以前在这看得过有人飞无人机 用上帝视角来拍这公园 应该是更漂亮 荷塘里结的都是莲棚 这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 应该是里边还有莲子 这有一个反诈宣传标语 花言巧语咋说都行 镇金白银就是不给 为了维护百姓的财产安全 宣传工作太到位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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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